等你没有尽头只有开始 爱你只有开始没有停止 记得我们有冤 继续的关心这选战 这是设江启成 同样是一语流利 具外交背景都当过新闻局长 被称作是青年胡志强的江启成 这一次当次客 投选台中第八选区的立委 现在面对内忧外患 他该如何呢 该如何突围在三强鼎力当中 马上来看我们的报道 来到地方选举张启成 生之婆婆妈妈选票一票都不能少 每每出招大打个人命台 这些事情不要跟我来说 你准备有风行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更大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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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有活力是张启成的优势 每年轻泡三十个行程 还有庞大的后援部队 丰元百人大家族车轮站的助选力道 比较好 最低调也比较好 所以说在地出品前 在地出品前来教授鼓勵 当年赋予青年胡志强的称号 期待被延览入阁 出任新闻局长 政府化妆师不好当 将启成成了最低调的内阁成员 反而回顾相当刺客 让他有发挥空间 比较多元的接触面 还有跟民众的互动面 我相信应该不至于会发生 去年市长选举的状况 胡志强的选战启示录 张启成评语含蓄 但他投入了台中第八选区 以南瓜的十二万投票人口的 风源区为重 蓝绿都喊出输赢看风源 上回直辖市长一仗 胡志强输了七千票 让张启成倍感压力 外患则是面临亲民党推决 陈青龙耕耘地方多年 民进党提名的郭俊明 当过立委县党部主委 选战经验丰富 亲民党跟前国民党的先缘 车逐圈再继续参选下去 坚持参选下去的话 我想对我们的选情 是会有所帮助 尤煥医师让张启成 频频喊出气宝 亲民党的陈青龙回应 打死不退 呼吁所有的这个 我们的选民 能够支持唯一提名的 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期待在我们地方 是打出选人不选党 犯了内候摆不平 绿军趁势而挤 胡志强在这里输掉的七千票 怎么找回来将启程 步步为营